少女深夜意外产子 在母亲逼问下说出实情 亲子鉴定结果却显示 网友并非孩子生父 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少女擅自决定生下孩子 亲生父亲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糊涂少女生了娃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一天晚上忙活了一天的张丽娟 早早地就上床睡了 正当她迷迷糊糊刚要睡着 手机突然响了 打电话的是张丽娟的前夫阿贵 听到女儿晕倒的消息 张丽娟很是震惊 但是张丽娟顾不上多想 放下电话 立刻向医院飞奔而去 张丽娟赶到医院时 小婷已被推入手术室抢救 门口只剩下阿贵和一名医生 女儿小婷马上就要临盆待产 可作为父母的阿贵和张丽娟 为何竟丝毫没有察觉呢 这还要从两人不幸的婚姻说起 十八年前 当时张丽娟只有十九岁 从老家来到上海大公 认识了上海本地人阿贵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开始同居 同居不久便生下了女儿小婷 可小婷的出生啊 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快乐 反而让两人矛盾不断 小两口啊 经常因为做家务 带孩子以及钱的问题 发生争执 最开始还只是小打小闹 床头打架床尾和 可渐渐的阿贵这脾气啊 是越来越大 有时发起火来 竟对张丽娟是拳打脚踢 更让张丽娟无法忍受的是 阿贵啊 还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这让原本就不宽宜的生活啊 更加捉襟见肘 最终张丽娟是忍无可忍 在小婷一岁半的时候 就离家出走 将小婷留给了阿贵 后来张丽娟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每天除了照顾家庭 还要出去做家正赚钱 生活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啊 看小婷的次数 也就越来越少了 只是偶尔给小婷打个电话 问问是否缺钱和衣服 其余的交流便也很少 而小婷呢 从小学习成绩就不太好 初中毕业就到了一家职高就读 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所以啊 和家人的沟通和交流都很少 可即便如此 十月怀胎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难道这期间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吗 其实啊 早在小婷出事前两个月 母亲张丽娟就觉得小婷不太对劲 那天 张丽娟做了一桌子的菜 让女儿小婷来家里吃饭 张丽娟发现 仅两个月没见 女儿小婷似乎胖了一大圈 而小婷坐在沙发上 怀里也一直抱着靠枕 不松手 张丽娟隐隐感觉 女儿在掩盖些什么 这小婷该不是怀孕了吧 这个想法可把张丽娟给吓了一大跳 她几次想问小婷 可都被小婷给挡了回去 小婷走后 张丽娟马上把这个疑问 告诉了现在的丈夫 可丈夫却看位她说 嗨 你别多想 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胖起来 不是很正常吗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两个月后 现实竟应验了她当初的怀疑 年仅18岁的女儿小婷 马上就要临盘待产 经过三个小时的抢救 小婷顺利地生下了一名男婴 可对于这个孩子的来历 张丽娟是有一百个疑问 可再看看 病床上惶恐而又虚弱的 女儿张丽娟却欲言又止 她知道小婷肯定有很多难言之隐 这个时候不能再在她的伤口上撒盐了 先养好身体 一切等出院回家再说 经过张丽娟的悉心照料 女儿小婷的身体逐渐恢复了 可是出院之后 小婷母子到底该如何安置呢 这个问题难倒了张丽娟 好在通勤达理的丈夫 看出了张丽娟的为难 爽快地将小婷母子两个接回家中照顾 并给孩子取名果果 果果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 在小婷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每当张丽娟试图询问小婷 小婷却闭口不答 只顾流泪 无奈之下 张丽娟只能求助于小婷身边的朋友 据小婷的朋友讲 这几年 小婷和一个叫华字的中年男人 走得很近 难道这华字 就是果果的亲生父亲 带着这个疑问 张丽娟决定 好好地和小婷拍一次 李义母亲为了安抚女儿 给她买了电脑 没想到女儿却沉迷网络聊天 在众多的网友中 有个叫华字的中年男人 和小婷最聊得来 华字编造谎言 骗取小婷同情 发生关系后 小婷发现自己怀孕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华字后 华字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小婷生下的孩子 难道就是网友华字的吗 而华字又为什么突然消失 糊涂少女生了娃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事情还要从三年前说起 当时小婷还在读初中 为了方便学习 张丽娟给小婷买了台电脑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省吃俭用买下的这台电脑 竟为女儿之后的生活 埋下了货根 最开始小婷还只是在电脑上学习 可渐渐地竟迷上了上网聊天 小婷从小性格内向 身边的朋友原本就不多 再加上学习成绩不好 又是单亲家庭 总让她感觉在同学们面前 低人一等 可自从有了电脑 小婷一下子认识了很多网友 和他们山南海北的聊天 让小婷感受到了 从未有过的开心和快乐 在众多的网友中 有个叫华字的中年男人 和小婷最聊得来 华字告诉小婷 自己从小父母离异 和奶奶相依为命 工作后呢 几次创业失败 至今仍单身一人 相似的童年经历 让小婷对华字的不幸遭遇 深感同情 两人很快从线上聊天 发展到线下见面 并在第一次见面时 就发生了男女关系 可随着交往的深入 小婷渐渐发现 华字这个人啊 是满嘴胡言 没句实话 她不仅结过婚 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后 小婷就向华字提出了分手 可华字呢 先是百般解释 死缠烂打 见小婷没有回心转意 她竟拿出了两人在一起的私密照片 并扬言 如果小婷敢和她分手 她就会把这些照片放在网上 让小婷身败名裂 面对如此无赖的华字 小婷竟束手无策 她既不敢告诉老师 也不敢告诉家长 任由华字摆布 继续保持着和华字的关系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 每月都会按时来的历价 已经两个月不来了 她知道自己可能怀孕了 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华字后 华字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手机不接 短信不回 就连租借的房子也给退了 此时的小婷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啊 满一天算一天 得过且过 因为小婷身体瘦弱 再加上是冬天 穿的衣服又多 所以啊 直到临盆待产 竟没有一个人发现 听着小婷的讲述 张丽娟感到无比心痛 对女儿的心疼 对华字的憎恨 更多的还有对自己的自责 张丽娟下定决心 要还给女儿一个公道 更要将伤害女儿的人 绳之以防 于是张丽娟和小婷 到派出所报了案 警方很快抓获了华字 华字到案后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华字本名张华强 43岁 无业游民 经常在网上寻找一些年轻的女学生行骗 曾因赌博罪被治安拘留 认识小婷后 她先是编造儿时父母离异 创业失败的悲惨经历 博得小婷的同情 然后又通过送礼物献殷勤的方式 赢得小婷的芳心 当小婷发现上当受骗 提出分手后 她又以揭发隐私相威胁 迫使小婷继续与她保持男女关系 小婷正是这样 一步步落入华字精心编织的圈套 在张丽娟的要求下 警方为华字做了亲子鉴定 可鉴定结果 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网友华字到案后 亲子鉴定结果却显示 她并非孩子亲生父亲 难道小婷和其他异性 也发生过关系 华字隐私照片 要挟小婷为他人提供幸福 收取嫖资 为自己归还独债 根据小婷的回忆 怀孕的那段时间 曾和华字和李文龙 两人发生过关系 孩子确实是嫖客李文龙的 小婷在孩子生父李文龙 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孩子生下李文龙 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而华字所做的这些 又该当何罪 糊涂少女生了娃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华字竟不是果果的亲生父亲 那果果的亲生父亲会是谁呢 难道小婷和其他异性 也发生过关系 带着这个疑问 张丽娟试图询问小婷 可小婷却仍旧闭口不答 只顾流泪 正当张丽娟不知所措时 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警方发现 近两年来 华字经常收到一些陌生的人 转入的钱款 多则上千元 少则几百元 华字收到这些钱后 会将一小部分 转给小婷 原来 华字整日游手好闲 迷恋赌博 在外面欠下了不少的赌债 被债主逼及时 他竟动起了小婷的主意 小婷最初并不同意 华字的请求 可是在华字的软磨硬泡 加上威逼利诱之下 小婷被迫答应了他 华字每次拿到钱之后 都会分一小部分给小婷 就这样 小婷开始沦为了华字的犯罪工具 那果果的亲生父亲 会不会就是华字引来的 这些嫖客呢 根据华字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将李文龙 等三位嫖客抓获归案 到案后 他们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由于发生关系时 小婷已经年满了14周岁 并且双方是自愿的 所以啊 这三位嫖客的行为 尚不足以触犯刑法 可是根据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 嫖娼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 应当给予治安处罚 该条例同时规定 危害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 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发现的 不再处罚 由于警方抓获这三位嫖客时 距离案发已经超过了六个月 所以啊 最终警方没有对他们进行处罚 根据小婷的回忆 怀孕的那段时间 曾和华字和李文龙 两人发生过关系 既然孩子不是华字的 那就应该是李文龙的 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下 小婷一纸述状将李文龙告上法庭 要求他按照每月两千元的标准 一次性支付果果的抚养费 四十三万元 法庭上小婷申请对李文龙 进行亲子鉴定 鉴定结果显示 李文龙正是果果的亲生父亲 可这个结果却把李文龙给吓坏了 李文龙本地人现年五十五岁 已经娶妻生子 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有段时间 华字被债主逼集时 曾让小婷为李文龙提供过一次性服务 李文龙呢 给了华字一笔钱 用于归还赌债 可李文龙怎么也没想到 一次放纵 竟让他酿成了终生大错 可是在法庭上 李文龙却辩解称 小婷生下孩子未经自己同意 侵犯了他的生育权 因此拒绝支付抚养费 那么李文龙的说法能够成立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一个法律知识点 生育权 生育权又名生殖权力 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其内容即包括生育自由 例如自由决定生育时间 生育方式等 也包括获得与生育相关的 信息和服务的权利 生育权不分性别 夫妻双方的生育权是平等的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十七条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 负有共同的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 夫妻双方的生育权是平等的 可现实生活中 有时夫妻双方的生育权会发生冲突 例如一方希望将孩子生育下来 而另一方则要求终止认成 或者一方希望顺产 而另一方则要求剖腹产 那么此时该由谁来享有生育的最终决定权呢 对此我国法律赋予了父女特殊的保护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2022年10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案 并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 进一步明确规定 妇女依法享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同时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九条规定 夫以妻擅置终止认成 侵犯其生育权为由 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民法典实施后 继续沿用了该条法律规定 由此可以看出 当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 妇女享有生育的最终决定权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从怀孕 生产 哺乳 乃至终止认成 妇女相对于男性来讲 都承受了更多的生理风险 和心理压力 因此此时法律优先保护妇女 回到本案中 小婷和李文龙并非合法夫妻 那么作为一名未婚妈妈 小婷是否依然享有生育权呢 因为生育权是公民的一项 基本人权是与生俱来的 目前我国并无明文法律规定 禁止未婚妇女生育子女 所以小婷同其他已婚妇女一样 享有同等的生育权 那么既然如此 李文龙作为果果的亲生父亲 就应当依法承担果果的抚养义务 最终在法庭的调解下 李文龙同意分两期支付 果果的抚养费 共计30万元 果果的抚养费总算是有了着落 与此同时 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 介上卖淫罪 对华字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 华字对于介上卖淫罪 没有一意 可对于强奸罪呢 却坚决不予认可 他辩称 小婷和她发生关系时啊 从来就没有反抗过 是完全自愿的 所以啊 自己不应该构成强奸罪 那么 李文龙的抗辩理由能成立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第二个法律知识点 强奸罪 强奸罪是指 违背妇女意志 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 其主观方面表现为 明知道妇女不愿意 与其发生性关系 而故意实施坚引行为 客观方面表现为 使用暴力 脚迫 或者是其他手段 使妇女出于不能反抗 不敢反抗 或者是不知反抗的状态 趁机与其发生性关系 强奸罪的表现方式 一般有三种 一种是暴力方式 例如 对被害人进行 殴打 捆绑 对其身体上进行强制 另一种是 胁迫方式 例如 以揭发隐私 毁坏民意 相威胁 对被害人的精神上进行强制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例如 用酒患罪 或者是药物麻醉 使被害人处于不知反抗的状态 强奸罪其本质特征是违背妇女的意志 因此 区分罪与非罪 不能仅看被害人是否反抗 因为在有些特殊情况下 被害人由于内心恐惧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表面上看上去没有反抗 但是 其内心并不愿意发生性关系 那么此时 同样地构成强奸罪 回到本案中 小婷最开始与华字发生关系时 是你情我愿 而且当时小婷已经年满了14周岁 所以当时的华字并不涉及违法犯罪 可当小婷发现上当受骗 提出分手后 从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 华字多次已揭发隐私相威胁 使小婷内心产生恐惧 不得不继续与他保持男女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 华字主观上就具备了强奸的故意 而客观上也实施了强奸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强奸罪 对于强奸罪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 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一款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是其他方式 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终法院判决华字犯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犯介绍卖淫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并处罚金五千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并处罚金五千元 华字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张丽娟这心里 总算是得到了一丝安慰 可对于小婷和果果将来的生活 张丽娟却始终放心不下 小婷才只有19岁 还是个孩子 她能否走出这段阴影 面对新的生活 果果呢 现在还小 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可等将来有一天长大 知道了这一切 她是否依然能够坦然面对 小婷父亲阿贵 更是心怀愧疚 她多么希望一切可以重来 如果当初没有沾染赌博恶习 对张丽娟好一点 是个称职的丈夫 也许张丽娟就不会离家出走 如果平时对小婷关心多一点 是个称职的爸爸 也许小婷就不会这样轻易地上当受骗 痛定思痛 她决定告别麻将桌 找份稳定的工作 在经济上给果果和小婷一些帮助 而经历了这一切的小婷 终于明白 虚拟的网络世界给不了她想要的爱 只有亲人才是她永远不倒的靠山 小婷的朝雨也提醒广大的年轻朋友 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 相隔时空 你很难看清楚对方是天使还是魔鬼 千万不要将现实中缺失的美好 寄托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否则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漫漫长夜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次再见 父亲听说儿媳是克夫命 婚后儿子生活不顺 父亲就将矛头指向儿媳 儿媳一气之下提出离婚 为争夺孙子的抚养权 父亲不惜对儿媳挥刀相向 父亲的故弄玄虚 导致新婚儿子妻离子散 这场家庭悲剧会如何收场 迷信公共毁了家 下期播出